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你们好 今天是痛苦圣母节 面对痛苦和困难 你还能继续相信 继续去爱吗 让今天9月15日的每日圣言 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末观圣母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若望福音第十九章 第二十五至二十七节 那时在耶稣的十字架旁 站着祂的母亲和祂母亲的姐妹 还有克罗帕的妻子玛利亚 和玛利亚玛达勒纳 耶稣看见母亲 又看见祂所爱的门徒 站在旁边 就对母亲说 女人 看 你的儿子 然后又对那门徒说 看 你的母亲 就从那时起 那门徒把他接到自己家里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今天教会纪念痛苦圣母 你能想象圣母站在十字架旁 所看到的是什么吗 她看到她亲爱的 善良又无辜的儿子 全身被他人的极度和毁谤 便打到遍体鳞伤 罪恶就像钉子一样 刺痛耶稣 刺透耶稣 把他固定在十字架上 不能动弹 剧烈的疼痛加上失血过多 让耶稣的生命和力气 一点一滴的流失 在这里 让我们试着感受圣母的悲痛 天下的母亲 哪里有看到自己儿女受苦 而不同样心痛的呢 让我们和圣母一样 体会到罪恶是如此的可怕 有力量摧毁一个无辜的人 有力量破坏一整个家庭 整个团体 若你是圣母 在当下你有选择的话 你会做什么呢 然而 我们知道 圣母在当下 其实做不了多大的反抗 但是 她却坚持陪伴在耶稣十字架下 在最黑暗的时刻 用祈祷和临在陪伴耶稣 光在黑暗中照耀 黑暗绝不能胜过她 若望福音第一章第五节 那时候 圣母的爱就是耶稣的光 给她支持和鼓励 不像一些人在经历巨大悲痛以后 他们的人生变得苦涩 圣母的信德却让她学习交托 以她第一次回应天主 成为耶稣母亲时的信德 继续成行天主的旨意 在生命路途中 我们需要圣母来教导我们 如何在困难中继续相信 继续去爱 继续和罪恶对抗 却又不变得苦涩冷漠 耶稣今天要把自己的母亲给我们 我们愿意把圣母接回家吗 请品尝圣言 深深体会到圣母很靠近你 她以爱耶稣 教导耶稣的方式 对待你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你今天如何让自己 更意识到圣母的临在 最后让我们全心祈祷 圣母 请您教导我如何更好的保护 并活出我基督徒的身份 阿们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常常末观圣母 意识到祂时时陪伴着我们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